What's going on everyone? Welcome back EWC 前幾集大家有看到我有帶高潮去貼RX8的這個手錶包膜 Low and behold 你看做YouTube還是有用的 有流量還是有用的 結果我們那天遇到那個老闆Nick 就直接跟Ryan還有高潮去聯絡 然後呢 現在我就成為了2024年RX8的代言人 Yup I'm a believer now 有了你們 才有了我 所以謝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一直按讚 快點多按讚 多評論 多留言 我們現在正好要再去找RX8在Golden Shield 我又丟給了他們一隻手錶 那這隻手錶是由總統鏈 Day date 之前也是一直在很好奇他們有沒有辦法貼總統鏈或者是五珠鏈 Jubilee You know so we're gonna see I just wanna thank everyone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可以做我喜歡的事情 然後又可以分享給大家 It's a blessing So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我會繼續做自己 繼續拍EWC EMC 我們今天呢也會聊一下手錶的市場 因為這一年多很多變動 手錶的行情一直在下滑 不停的下滑 所以我們今天也說不定可以跟他們討論一下 現在手錶的市場 手錶的行情 我們現在在路上 所以我給你們看一下B-roll 然後我們跟RX8合作其實非常開心 因為他們也找了我最喜歡的攝影師 來幫我拍大片 So enjoy the B-roll A day at work with me 跟大師合作就是爽 我跟大師江明師已經合作 12年了吧 很幸運遇到他 因為我每次拍的一些大的廣告 平面的都是他幫我拍的 謝謝大師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覺得 我這麼愛玩錶 可以代言RX8這個貼膜 There ain't no one better than me Alright I represent this culture 身為RX8的代言人 我要送你們一個RX8的手錶膜 我知道了 在IG會比較方便 所以大家去我們EWC IG的貼文 按讚留言 然後拍張你們的手錶 在EWC跟RX8的IG 下面這邊 這樣子我們可以選一個Lucky Winner 我們下禮拜抽獎 Back to your regular schedule programming 哈囉哈囉 謝謝你 不會不會應該的 找我合作RX8當代言人 我很開心 我剛剛還在車上講說 你看 我想說我進來然後那天遇到Nick 然後就是因為很巧 一個路過 對路過 然後也是朋友介紹 然後但是 最後可以這樣子合作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說 我要繼續拍下去 繼續拍 然後要跟大家說 繼續分享 以後看到Sani不要放過他 對 所以其他的品牌如果有在看 找我 不要放過他 我今天來也是想跟Eric 討論一下這種手錶的行情 現在是不是已經 蠻低的了 你怎麼看待這市場 我只能說 手錶就是東西 都是到過年前定時會往上 我們講一月好了 指依12月的價格是一直往下 但是一月有上去一點點 但是很小 那幅度 很小因為要過年了 因為要過年 送你買的 人就會越來越多 那這個只是普遍是因為 華人市場吧 因為我們會慶祝中國年吧 最大最大的市場就是華人 香港 台北 北京 上海 廣州 廈門 深圳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對不對 就是有華人的地方 對 所以現在又慢慢的 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 但是你現在 你覺得這些價錢算是合理的嗎 其實本來就應該要 現在這樣 兩年前 對啊 真的太部分了 這個價錢有回到差不多三年前 差不多三四年前 對不對 我覺得勞力是差不多你一個月的漲 就了不起一個零點幾一趴 OK了啦 前兩年是一個月都幾萬塊再 對啊 一衝就衝了好幾趴 五六趴那種 對啊疫情的那時候 對 這個MSRP漲的時候 定價漲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二手的價錢 會 也會 但是你說影響到程度會不會很大 不至於 可是就是更穩定 對 因為市場的價格本來就 你再怎麼漲 我市場價格還是比你高 對啊 我黑水鬼從 你再怎麼漲 我現在全新的市場 也是要賣到四十幾萬 對 你原廠就三十幾萬 你怎麼漲 你就算漲個五千一萬 你還是三十幾 對啊 但是它會讓二手市場更加的穩 對不對 對啊 那在GOLDEN SHIELD 我會知道你沒有在買賣手錶 有有有 對不對 那以消費者來講 現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最好來談的 最好來收的 然後最好來殺價的時候 我只能說 買錶這種東西 你有喜歡 那我們就是支持 但是如果說 有人的心態是我今天來買 我是要賺錢 我今天買一定要賺錢 那我覺得你這種心態就會比較大會 他就變成是投資者 對對對 你就變投資者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 大家都是很愛錶 那沒錯 現在這個時間點你來買錶 那我相信 價格絕對會比你在好幾個月前看 對 來的彈性 對對對 而且會比較 買起來我覺得比較舒服 那我也在說 現在我也是自己 沒有把它當成說 要投資進去手錶 然後希望它可以升值 我覺得這個想法 我覺得不健康啦 對不對 那 現在我就是 玩我真的很愛的手錶 我會戴的手錶 所以我覺得 拋光 要不要 其實是你們自己的選擇 OK 但是 我現在 不只是說 站在 代言人的立場 我真的是因為 這幾個禮拜 這塊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戴的手錶 變成就是 我有 比較大膽一點去戴 我也不會去在乎太多我的動作或什麼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直在那邊 每天都戴不同的手錶 然後在這邊動來動去的 I would say 還是你們的選擇 但是我自己 You know I like it 然後 你近看的時候也真的是 不會差太多啦 所以是OK的 可是你要真的這樣 這麼近去看 你當然是可以看得到 我還是要講實話 你還是看得到 但是 我會比較安心 因為這還是很值得 在最後一天 這還是蠻貴的 我也是蠻好奇 就是我今天說總統鏈 這個 這個要包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OK好 而且總統鏈其實我必須講實在話 冬天啊 對 因為長袖嘛 它就是因為太多部位了 所以它會比較容易 卡毛 偶爾 如果你長袖 碰到的話 總統鏈會有這個狀況 但 我們本來就有提供保固 所以其實客人也不用擔心 反正如果你覺得 你看得不舒服 有卡毛 或有什麼問題 你就反正兩年沒帶來 我們都會幫你做保固 好 這隻的型號 我忘記了 我們放在這邊 但這隻非常特別 這張是Daydate40 然後是Pave面盤 再加上6點 9點的Ruby stones and baguette 還有方塊鑽 都是原廠的方塊鑽 Bezel This is gorgeous 非常非常少見 我是一年多前 在倫敦 認識了Danny以後 然後Danny就幫我找到這隻 So Danny Another big shout out to you Diamond watches of London 如果有朋友在英國 London 你們可以去找一下Danny 說我叫你們過去的 我剛剛有一個問題是 最近哪一個 Rolex的搖款賣最好的 Eric跟我說其實是 16503 16503 16503 還是一個Daytona 但是呢 我有點驚訝 是 它是半金半銀的 我自己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好像很多人還是喜歡 因為它是比較低的價格 去買到一隻全新 你看Daytona 我們以排價來講 一定是黑熊毛白熊毛 對 但是黑熊毛白熊毛 現在全新的都80、90、100 Right 它不用啊 又可以拿到 貴金屬 又是Daytona 就70幾萬 你就可以擁有一隻 全新的Daytona 欸等一下喔 所以這隻比 不鏽鋼的還要再便宜 黑面的 對 Oh shit 它是大概疫情前 又再往前一兩年喔 才慢慢被拉起來的 那時候大概五年前吧 四五年前差不多 這一隻全新喔 五開頭 嗯 它還比定價低 它是一直被拉起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 它就整個 Daytona裡面CP值最高的 最高的 它有黑跟黑嘛 對有黑 那這個是有帶鑽的 因為帶鑽就貴了一點 那這個要大概多少錢 也80幾 80幾 所以這一隻 還帶鑽喔 這一隻也80幾 對 70幾 80幾 哇 比白熊毛還便宜 對啊 對啊 有帶八顆小鑽 然後 一半 又是黃金 說不定超過一半 嗯 然後這個重量 對啦 比 比不鏽鋼的 再重一點啦 再重一點 再沉一點而已 對對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黃金 你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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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喜歡嗎 讓我知道 你們會選 這兩隻 還是 你們會選 不鏽鋼的 黑白熊毛 讓我知道 他們剛剛貼完 烘完了 Extra protection 對 這樣子 安心一下 我這樣就可以 wear it happily 然後不用怕 因為你知道嗎 有時候 特別是冬天 你看這邊都有一些 這種 buckles zippers 然後有的時候 我還會帶一些熟練 嗯 其實這樣子 會撞到 真的 you just feel better 真的是比較安心 然後 but this watch so beautiful 真的 好美喔 這樣包起來真的很棒 它其實摸出來 是有一點點 有一個軟軟的那種 軟軟的 對對對 還是個膜嘛 對 其實是蠻舒服的 其實這樣摸是蠻舒服的 聽起來有點變態 要你這個鏈帶才說 哈哈哈 對啦 這個總統鏈帶 這個鏈帶才舒服 but yeah 嗯 希望大家 可以來 Golden Shield RX8 and 我是今年 全新的代引人 Alright 謝謝大家的支持 嗯 繼續看我們 EMC 還有EWC and oh yeah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希望大家平平安 健健康康 過一個很 棒的一個龍年 好不好 龍年行大運 謝謝 Peace out